行政院长江仪华在昨天郑重澄清 从来没有向马总统请辞 更没有倦情的意思 而今天江仪华就展现了十足活力 在花莲拼观光 更亲自前往秀姑卵溪 体验刺激的泛舟 还有下水抓虾品尝风味餐 信心喊话随即出发 行政院长江仪华华东行第二天 来到秀姑卵溪体验泛舟乐趣 非常好玩 隔了很多年 第二次回到秀姑卵溪来泛舟 这个还是一样的 觉得非常非常的新鲜 然后我们到中间有好几段的 有两段的地方都 大家都通通下水了 就穿了这个救生衣 在水上飘浮 那感觉非常的好 所以我希望我们 大家都能够多多利用假期的时间 安排一些休假 让自己可以放轻松 花穿花累了 江仪华上岸休息 享用原著名的风味餐 独特的风味 让江仪华华 可是吃的不顾形象 就是很Q 好不好吃 好吃 泛舟抓虾吃美食 江仪华活力十足 一趟话东行 仿佛重新充饱了店 要以行动破除 卷情传言 玉电TV蓝用森网 韩秋花莲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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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